女性浪費的 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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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上你的心心 자가ow 我棍 bothers 在台上又唱又跳 近夜演出女性郭書瑪 陷入管理費風波後 首度現身 妳有想跟鄰居說什麼嗎 就是真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大家 然後造成這樣的騷動 與氣一度哽咽 向鄰居道歉 因為日前遭社區 住户指控是不缴管理费的恶邻居 所有的事情在周刊爆料出来以前 都已经缴清了 就是都已经完成的 强调管理费在爆料前就已经缴清 据了解郭书瑶9年前以1500万 买下新一区一间20坪顶楼小豪宅 不过去年5月开始 积签一年总共49613元的管理费 管委会贴出公告点名 却遭郭书瑶两栋撕毁 不仅如此 郭书瑶还会将废弃的纸箱 摆在住家门口 让其他住户很头痛 我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生活习惯 然后我没有把生活上的事物处理好 然后造成了这些困扰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抱歉 对 那我自己也检讨过了 那之后也会就是演一律集 就不会让这些事情再发生 表示日后一定会演一律集 不让类似情况再发生 即使深陷风波 郭书瑶人出席高中街舞赛事类挺 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 民事新闻 陈家伦 戴雅伦 台北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订阅民事新闻网